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储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讲 这个Comp UI的两个插件 一个是Flat 一个是Index TT 那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插件呢 这两个插件我们在 礼拜一的N8N影片会用到 那主要这两个插件是做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这个复制你的声音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这个照片说话 这样 那其实呢 这个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插件 但是它是最快的一个插件 简单的说就是很快 这样 所以就特别适合拿来做即时的数字人问答 那我来跟各位说要怎么安装 怎么使用 首先呢我们一样要开Comp UI 然后一样开这个虚拟机 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Python版本是什么 好我的电脑呢 Python是3.10.100 那为什么要检查这个呢 因为这个复制声音的这个 要装的这个插件呢 要安装这个PyNi 这个Windows的这个轮子就对了 它要装这个套件就对了 那这个套件呢 它在这里下载 那你自己看你的Python是哪一个版本 你就装哪一个 那我是3.10 那我就是装这一个 那这个要怎么装呢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了 好我们就是下载这一个 然后我已经下载好了在这里 那我们就是输入这个安装的指令 好安装好之后呢 它这里还有两个指令 然后我们一样都是输入 然后一样输入这一个指令 好现在这三个指令 都输入完 这个需要的套件安装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安装这个插件了 进来这个Customer的 然后GitClone这个插件 然后再进来这个插件 然后再进去安装它 然后再去安装它 这个插件的依赖 好这样这个插件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必须在MOD这个目录下面呢 创建这个TTS目录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模型呢放进去 我们来看这个MOD这里有没有TTS目录 好没有 没有那我们就要自己冲 那我之前呢都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都冲好了 所以呢我直接把它翻过来就好 就是这样 MOD这里TTS目录 就是这一个 然后它里面呢必须有Index TT 然后这个Index TT里面呢 就是要有这些模型 它说的这些模型 你各位要去下载 这里一个 然后上面这里也有一个 这里 然后抓下来记得都要改导你了 然后放到TTS的Index TT里面 那因为我已经有了嘛 我就把它复制过来就好 然后我一样放到我的MOD里面 把TTS翻过来 好现在TTS翻进来之后呢 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这个插件就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再去装第二个插件 就是BLUT 这个让照片说话的这个插件 那一样我们也是要 GitClone这个插件 然后再进去这个插件里面 进去这个插件里面 然后一样也是把依赖安装起来 好这样就装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打开看看 好现在装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来这两个插件 这两个插件里面都有这个工作流 有雄人外话 然后也有这个家宅音频 家宅说话者 大家就自己拉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音频呢 就是你要复制的声音啦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文本 那这里每一个参数呢 它这里都解释的很详细了啦 那你也可以用语射就好了 没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输出结果 这样 那这个就是这个复制声音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把照片丢进来 跟你要说的那一段语音呢 这样把它丢进来 这样 那这个是这个模型 那这样出来就是一段影片这样 那我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两个工作流合并 那合并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 这个合并的工作流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怎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文字讯息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我们要让这个 要让照片说话的图案 然后要注意这个照片呢 这个模型有一个缺点就是 只能用方形图的照片 然后这边呢 就是声音 1 2 3 4 5 6 7 8 9 4 我这里呢 就是一个 5秒的音频而已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呢 复制过来看看 那这个是非常快的 我们可以来看结果 然后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暈眩是一种感觉 我爱你 I love you 我爱你的英语是 I love you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它呢 可以看到这个边框 它有这个黑色边框是因为它 它只接受1024x1024的这个方形图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 这算是它唯一的缺点 它只接受这个1024x1024的方形图 这样 那我们可以再来用别的话 听看看 真的很快 这个 然后模型版本呢 有两个 一个是1.5 一个是1.0 大家自己看要用哪一个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看 呼吸都慢了半拍 你靠近时 连呼吸都慢了半拍 有没有效果也是很好的 那这个就主要就是快而已 那它这个flux这个数字人这里呢 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 这些是它的建议值 那主要是要讲这个emotion 这个emotion就是情绪 它有生气 然后困惑高兴悲伤这些 大家可以在自己去尝试 这样 那这个 这一个工作流呢 就是要搭配我们 礼拜一的N8N影片 那其实并不是一定要用 这个flux的这个数字人 其实有很多数字人都可以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Sonic 那这个唯一的优点就是快而已 这样 所以呢 就给各位去参考这样 那这些TTS的所有参数呢 这里都有详细的解释 有兴趣的再自己用中文翻译 或丢给AI去解释 这样就可以 不多做讲解了 这样 那如果觉得我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